各位弟兄姐妹 平安 今天我们进到约翰福音第七章了 从第一节开始 记载了耶稣要去过节的一段 很有意思的记录 让我读给各位听 这次以后 耶稣在加利利游行 不愿在犹太游行 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 当时犹太人的祝朋节 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 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 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 人要显扬名声 没有在暗处行事的 你如果行这些事 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 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 是因为不信他 耶稣就对他们说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 是人不能恨你们 却是恨我 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 你们上去过节吧 我现在不上去过这一节 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 耶稣说了这话 人就住在加利利 这一段经文记载耶稣在加利利 遇到了祝朋节 于是他的兄弟就说你上去犹太吧 去那边过节吧 因为要想出名去人多的地方 这里当然有一个当时的一个地理背景 加利利是住着什么人呢 住着一些中下阶层的人 打鱼的 没什么学问的 是比较偏远的地区了 而犹太那可是首善之区 所以这些法利塞人文士聚集的是在那个地区 那是高级文教区 加利利比较偏僻嘛 所以他的兄弟就说过节要去犹太区 当然要到耶路撒冷过节 让人家认识你 要显扬你的名称 耶稣的回答很特别 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后面说我的时候还没有满 讲了两次相似意思的一句话 焦点在于我的时候 约翰福音讲到我的时候 耶稣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这个主题背后反映出 耶稣在地上的工作都有时间表的 这个时间表不是他订的 是天父为他安排的 所以他知道父差他来地上的心意 这个时候他还没有要去耶路撒冷过节 这背后其实就有两种人生观 第一种就是耶稣兄弟的人生观 哇你要出名啊 要去人多的地方啊 才有人认识你嘛 这句话其实也对啊 你想出名当然要去容易被人认识的地方嘛 要人潮汹涌的地方嘛 那这样子不是更多人更容易很快的认识你嘛 所以这是一种人生观嘛 希望人生有成就 希望人生能出头 那我就挤破头也要去 那个人潮汹涌的地方 让人认识我 不过耶稣的人生观跟他兄弟的不同 他说我的时候还没到 讲了两次 背后的意思就是说 我做事不是按照我的意思啊 一个人求出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 或者自己的雄心壮志嘛 或者说是个人的野心吧 但是耶稣过生活不是按照他自己的计划的 他有一个天上来的计划 那就是父为他做的计划 他来到地上不是为求出名的哦 因为父的计划并非如此 天父的计划要他来到世上 不是要上舞台 而是要上祭坛 是吗 要献上自己成为祭物 拯救世人啊 他不是要讲求舞台的曝光率 舞台的灯光 舞台的出名度 而是来到祭坛将自己献上 去舞台的人当然要争取出名了 但是上祭坛的人是要合余天父的旨意 所以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我要按照父给我的计划 过每一天的生活 哇这两种人生观 不只是当年留在圣经记录了耶稣和他的兄弟的不同 我觉得也是今天提醒每一位认识主的人 常常也要反省一下 到底你和我的人生观是哪一种 有时候是混合的 我知道 就是我们有天上的旨意 不过也有地上的责任 没有错 但是不管我们地上责任如何 我们也可以在地上努力工作 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了 我们永远是属神的人 在努力地上的事物的时候 千万不要忘记寻求天上的旨意 这样我相信我们的人生就走在一条正确光明 充满盼望的路径之中 愿神祝福你 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